HELLO 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來 VIVA 經理模式 不聲不聲 我們已經來到第30集 與此同時 阿仙奴也重新回到歐冠的大舞台 今天就是小組賽第一輪 客場挑戰安德烈茲 由於這三天之前我們有對曼城的比賽 這場我們是用全體寶的陣容出戰 你要問我在曼城與安德烈茲之間作出選擇的話 我肯定是選用全主力去對曼城 再看一看我們的小組 史奧克04 馬賽和安德烈茲 好像之前這樣說 真的有點歐聯盃的感覺 第一場歐冠 再介紹一下我們的手法 門將是拉方特 左閘是薩拉基治 右閘是艾諾特 兩個中位是烏帕美卡路和索基達斯 中場尼昆古 夏威斯 核心瓦奧 前面三位是基亞薩 薩斯龍和提莫韋娜 說回隊長這個人選 我們的第一陣容就定是薩爾尼昆古斯 是隊長 但這個第二陣容 自從上個賽季 尼昆古差贏這個包剪打之後 就一直都帶著 這邊呢 看到入球的就是他 帶著隊長奏標的尼昆古 已經是第二年了 很明顯 如果你說 新緩 像上一年一樣 第一年就帶上我們的隊長奏標 好像真的不太足夠 但是呢 尼昆古就雖在怎樣呢 他踢中場這個位置 就整天都有球進去 有時候又真的不可以不服他 我們開賽9分鐘就1比0 來到第25分鐘 提莫韋娜 直施給尼昆古 左腳來的 同樣可以射入 剛才也說 他帶這個隊長奏標 好像真的有加成的作用 一個中場球員 又不是踢前腰 又不是踢前鋒 但他真的經常都可以 找到機會入球 這個球就 角度比較丟 力量不算太大 但也夠了 2比0 接著來到上半場的尾聲階段 中場就攔截 經阿薩面對單刀就不貪工 給到這邊的提莫韋娜 上半場結束之前 將優勢大到3波 開賽這一期 謝薩斯的狀態 大家都看到是非常爆 相比之下 提莫韋娜就在第二陣容 雖然說他是大佬 但好像得到的支援 就不太多 希望他就此 打開這個入球 帳戶瘋狂 入球 入球 半場結束我們是3波領先 但看回數字方面 就 不是這麼有壓倒性的優勢 值得一提的就是 拉方特 這場球的表現都比較穩 下半場出來我們拿著3波 踢得不緊不慢 這邊就一個快速的反擊 托尼拉給到基亞薩 好像過馬路一樣 看著門將想怎樣撥 然後再問 第一場勾冠 也感謝抽籤結果 踢得比較輕鬆 有朋友說 出線就是黃殺人的待遇 那就是黃殺人 來吧 如果是一組要淘汰 那遲早也要死 黃殺人就是黃殺人 4比0 預下幾個時間 大家都是聊聊天 在場上喝茶 都沒有什麼進攻的欲望 4比0 獲得了我們的歐冠 首勝 數據真的不是太統治 下半場就在滑水 大家都在 當然啦 A win is a win 題目位是9點5分 阿拉芳特今天打得不錯 7點5分就低了一點 回來連賽這邊 我們用全主力去客場挑戰韋斯咸 不錯 這次電腦就沒有玩 2比0輕輕鬆鬆繼續保持第一 接著我們收到消息 國米是想買奧斯賓拿 出價都來到720萬 考慮到奧斯賓拿都已經31歲了 而我們門將這個位置又真的重疊得很交關 720萬都沒有問題 接受了國米這個報價 賽程密集 幾天之後就是FA級 聯賽杯 不好意思 全系堡出戰 都沒有問題 2比0 但是這邊尼昆古 就似乎是受傷 我們看看什麼事 看回原來就是這個小腿 施裂 哎 求求旗 6個星期無法參賽 但沒問題 之前都說了 我們中場位置是有一定的厚度 托利拉和古恩導師 完全可以接替他的位置 接著這邊消息也說 美斯 是 轉會去 庫明尼斯 下個轉會槍 奧斯賓拿和美斯 都可以賣走 那馬天尼斯呢 暫定不會走 因為我打算 還是保持三個門將 現在就剛剛好 緊接著我們迎來主場對狼隊的比賽 由於三天過後 就有這個歐罐 都是全體寶 非常順利 提莫偉藍 梅開二度 3比0 開波之前 這邊就說 奧斯賓拿的轉會是OK 東窗後 他就會去國米 打招腳 希望你在國米 順順利利 好 好 接著就是 主場 歐罐又回到我們的城中村 右掌球場 老對手 上年歐聯盃好像四強還是八強才隊員 屎奧克04 看看這次怎樣 進到現場 真的差不多整條村民都出來了 右掌球場 重回歐罐之後 坐爆 大型的T4 霸氣十足 燒克04 要注意 我們村民很久沒有看歐罐 肯定是熱情難耐 所以待會 如果能打到這次並齡 不要怪我們 加了這麼多年 這個主題曲 又在油掌 播放 我們再聽一次 這麼美麗的歌曲 對手 熟悉的旋律 又響起了 這次就全主力了 在鄉親父老面前 打這個 屎奧克04 希望有好的表現 在這麼多村民的牧師之下 我們的 將士 入局也是很早的 僅僅是11分鐘 入局的 又是基打 今個賽季來到之後 他的表現都很搶僵 但我們要讚的是 謝薩斯 這球有一點 no look 的意思 就給他跟上的基打 射一個近角 門將同樣是沒得救的 就為主場球迷 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1比0 接著來到20分鐘 基打 邊路 回來中間 就找到了 中間空身一人的 拉比奧特 一停 一射 彈柱入 你以為我們法國人就懂 喝茶 聊天 談情 說愛 擔起這支 意大利炮 一樣可以射到你 的 再看 柱都爛 左腳一掛 穿著23號的拉比奧特 踢出了碧咸的意思 當然碧咸多數都是香蕉球 他這個球是硬 但是他跟碧咸有一個共同點 英俊 白酥酥滑 滑滑滑滑 但是狠起上來 一樣是殺人斬 2比0 接著來到這個34分鐘 基打又做給拉比奧特 又是這個位 這次門將就撲到了 半場結束就兩球領先 看到CH04這邊 暫時是沒有攻勢的 希望他們下半場就 弄射射門來威脅 因為我們這次村民出來 都想看這個一億先生 來到第49分鐘 我們遊長村村民的願望 終於實現了 對 哎 死人真是奧比力 入了又是整個烈奴 這個球 待會會的角度大家看得很清楚 彈柱入 這個角度看到了 大家看看這個湖 我先去看這個球 哎 哎 奧比力 這個球 簡直就是羅馬圖卡路士 打法國的球 這個腳外背 好 世界球 背景湖 從這個烈奴 變成奧比力 這村民 開心 然後 57分鐘 一個很不常見的配合 在阿仙奧 因為我們很少打高球 但是今天真是high 拉比奧特 頭頂腳踢 無所不能 我有些期待下一個入球 他用什麼部位頂進去 先不要生氣 但是這場球的表現是十分之完美的 這個泰山壓頂 對面的後衛也無可奈何 再次拉大這個領先優勢 接著70分鐘 中場就比較亂了 這邊比奴迪一技直失 給到這個新迪娜 哎呀 在這一刻我就想起五個字 對不起烈奴 好啊 原來好比力圖也是一個high 看回直失阿迪烈奴的速度慢了一點 接著 立刻一腳抽射新迪娜 還記得去年新迪娜 被索基爾塔斯 一下 一個安馬的動作 放下他 這次他真的報仇了 比奔又來到3比2 那來到第83分鐘 3號尼古斯是直失 啦啦啦 這個球 為何不是犯規來的 哎真是 如果不然我們 油長是這個 城中村沒有這個VAR 100%是點球 捱到最後還是沒有入球 3比2 還是那句 A win is a win 兩場歐冠 剩下6分 都可以的啦 看回 唉 一人一句恭喜 奧比力 兩腳射正 兩腳 兩個膝球 評分方面 基爾塔斯最佳 奧比力你跟我跪這個遙控 麻煩 說這麼快 歐冠前兩戰 就結束了 我們就得到6分 今天的賽季 電腦模擬方面 似乎都很給面 暫時我們還排在聯賽第一 球隊狀態方面 除了好比力之外 大家都還可以 希望繼續下去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點贊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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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